無線近日突然迎來好多人事的變動 眾所周知余永山在加入無線之前 都曾經為亞視和友線效力 入主無線之後都發覺不少舊象加入無線 這堆被視為親余永山的藝員 會不會有新的變動呢? 以下就立即分析一下 第一位 陳偉 偉哥是余永山在亞視時常用的演員 不過今次人事變動 相信對他沒什麼大影響 始終他已經成為了無線的一線花彈 第二位 偉志豪 偉志豪是明星足球隊的成員之一 同志豪哥相信也有交情 今次隨時是一次好轉機 第三位 歐永泉 2015年余永山向節目東張西望一班舊主持開刀 歐永泉是其中一個新主持 近年都越來越多主持機會 今次人事變動可能會有影響 第四位 陳貝宜 是無線常用的金牌C2之一 今次受影響應該比較深 大家都知道 曾志豪以掌門人身份聞名 身邊不少朋友都是主持特任 隨時回抄幫手 升級主持這個位置衝擊最大 從來